大家好,我是客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很多上了年级的中老年人 眼神都变得不好使 不带老花镜就看什么都是模糊的 很多老年人看报纸,看书 都需要用着放大镜 一字一句的看着 真的让人看了特别的着急 可岁数大了,眼神也跟着老了 老眼昏花,若是不带老花镜 不用放大镜,根本看不清楚织目 丝瓜是夏季餐桌上常见的蔬菜 在瓜类食物中营养较为丰富 丝瓜中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钙、磷、铁以及维生素B1、维生素C等多种营养物质 还含有瓜氨酸、丝瓜苦味质、多分类等生物活性物质 对于机体而言有一定的生理功能 丝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一方面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另一方面可以吸水膨胀 使粪便软化 起到通便的效果 可以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 丝瓜中富含多分类物质以及维生素C 都属于抗氧化剂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从而可以清除我们体内多余的脂油肌 避免脂油肌过氧化 起到延缓衰老、美容氧炎的作用 丝瓜中含有干药素、诱生剂 能够刺激机体产生干药素 而且丝瓜中维生素C和植物蛋白的含量 也是比较高的 可以促进人体免疫蛋白的合成 从而达到增强人体免疫力功能的效果 假天多吃西瓜 有利于循环系统 还可以净化血液 丝瓜中的物质能够促进红细胞生成 这个物质对于血液比较重要 丝瓜中存在维生素B6 到了人体中能够保持红血球技术 在正常范围内 丝瓜中含有对眼睛有力的抗氧化剂 维生素A 它可以促进感光色素形成 日常饮食中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丝瓜 胡萝卜等其他富含维生素的蔬果 能够降低老年性、视力丧失的风险 对于经常用眼过度 经常看电脑、看手机、看电视的朋友来说 经常吃丝瓜 可以缓解眼睛疲劳 缓解视力模糊 丝瓜去皮后 我们把它清洗一下 然后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切好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新鲜的猪肝 猪肝是猪体类储存养料和解毒的重要器官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具有明目、防贫血的功效 猪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常吃一些猪肝 可不断补充氏黄醇 氏蛋白在代谢中的消耗 帮助维护视力 猪肝含有丰富的铁、磷 它们是造血的必需原料 可防止贫血 儿童身高的增长 主要是骨骼的增长 而猪肝含有维生素D 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 使骨骼、钙化 预防因钙吸收 障碍引起的身材矮笑 猪肝的蛋白质、卵磷子、微量元素含量 十分的丰富 有利于儿童智力的发育 身体发育 所以我们可以隔一段时间 给孩子吃一次猪肝 猪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维生素A可以补充 角膜对营养的需求 从而维持角膜的正常结构 缓解眼睛的疲劳、干涉等症状 达到明目的效果 维生素A能够促进眼睛的形成代谢功能 有利于视干细胞 接收光信号 对维持视觉 呈向有一定的作用 维生素A对四指红指 分泌有维持作用 适合成视网膜感光物质的重要原材料 能够起到预防夜蛮症的效果 猪肝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它不但能够保护眼睛 还能够保护生殖功能 对于林男女很有好处 猪肝中的铁含量比较高 有改善造血功能的作用 猪肝中的锡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抑制癌细胞的活性 适合面色参白 体质虚弱 事物不清 患者食用 而电脑工作者 训酒者和癌症患者 也可以多吃猪肝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脂肪肝患者就不建议吃了 猪肝我们先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用清水多抓洗两遍 把里面的血水抓出来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除里面的腥味 然后再加入僵尸 加入一点点食用盐和食用油 给它简单地腌制一下 再来准备5克左右的枸杞 枸杞是一种植物类的中药材 具有滋补干肾 一斤明目的功效 如果出现眼睛不适 适当地吃一些枸杞 可以有效地改善 对促进眼睛健康有一定的作用 枸杞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适当地吃枸杞 能够使体内的营养充足 能够使眼睛维持正常的功能 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眼部疾病的发展 在吃枸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量 因为枸杞是一种织补食材 过量食用很有可能导致会散火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 5克至8克左右就可以了 先把枸杞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 先放在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把锅烧热 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先把丝瓜倒进来 炒上两分钟 把丝瓜提前炒一下 煮出来的汤特别的鲜甜 还不会刮淡 然后在碗里面加入适量的开水 用大火煮开 大火煮开之后 我们再把猪肝倒进来 然后用勺子搅拌一下 继续煮上5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您的每一句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和一点点的胡椒粉 简单的调一下味 再把枸杞加进来 煮上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样一道营养又美味 特别鲜甜的 丝瓜猪肝汤就煮好了 把丝瓜猪肝枸杞搭配在一起 有非常好的互补功效 能够很好的治疗 中老年朋友 非纹症 清关眼 对于经常用眼过度 经常玩手机 经常对着电脑屏幕 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对于肝肾不足 引起的头晕 多累 有很好的作用 经常吃这道汤 对于眼睛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这道汤喝起来 味道特别的鲜甜 好喝 不管是老人 孩子 都是特别适合喝的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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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